欢迎回来来看到神韵艺术团演出的最新消息 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周四在高雄的首场演出 吸引了满场观众 离此观赏神韵的客家电视台主持人彭加尼 他称赞神韵是一场结合了视觉听觉的饗宴 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顶级的艺术演出 让客家电视台主持人彭加尼赞叹 很感动 因为我觉得神韵艺术团真的是结合了视觉听觉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饗宴 不管是服装也好或是音乐也好 真的是哇那个心里面的那种震撼力 真的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 真的非常棒 除了主持之外 和姐姐彭加慧 一样拥有一副好歌喉的彭加尼 对于中西合璧的管弦乐团 现场演奏也留下深刻印象 它结合中乐跟西乐 每一个部分啊 不管是二胡也好 或是号双管 真的都非常棒非常棒 舞蹈演员的出色表现 与动态天幕完美融合 都让彭加尼惊呼连连 动态天幕 哇我整个第一次看到那个整个动画的部分 我吓一跳哇 这个人是怎么呈现的 然后他整个后面那一幕 整个佛祖出来的时候 然后整个动画的部分也做得很好 对真的是 是视觉听觉的一大的响宴 所有的好朋友 我都会告诉他们 一定要来看 每一年 而且都要来看 深运艺术团的表演 新唐人亚特电视 陈其文是宜君 台湾高雄报道